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神早新聞報道 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五 過了今天之後 有部份觀眾可以星期六日休息 想起休息這件事相當爽 不過這件事與我無緣 跟大家看看天氣 現在是29度 外面是天晴偶爾多雲 天文台預計今天大致放晴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 日間酷熱 最高氣溫會達到34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今天會有高空反氣旋 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 並且展望未來兩三天持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 基本上都是熱得爆 有需要就開冷氣 其實就沒有特別 好了 繼續看多一點關於李文的消息 李文的消息才對 她的姐姐李思琳在接受其他傳媒採訪時就說 其實妹妹真正的死因是因為愛情 即是因為情感上的問題 她亦說自己在一個星期前已經發覺有不妥 只不過在事發時自己身在外地工作 自己就是第三個知道這件事 現在她就說 媽媽的狀況很差 不吃不睡 情況令人擔憂 李思琳也提到自己妹妹的死穴就是感情 因為自小就沒有爸爸 所以就將對於爸爸的那種想像情感 投放在老公身上 可惜老公不是爸爸 但是李文仍然是放不開的 這件事其實和我昨天影片所提及的事 基本上都是傳中的 不是想說自己怎麼猜中了些事 不過有些事只要你稍微有些歷練 你稍微有些經歷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看得到 不過如果李文去看其他人的故事 他會理解 但如果他身在故事當中 不是有那麼多人可以那麼冷靜 將自己的處境可以獨立冷靜抽出來去看 然後幫助自己脫離困境 好了繼續再看多一點 看看關於物業的訊息 有媒體翻查資料 李文在香港擁有不少豪宅物業 大部分都是位於香港島的傳統地段 分佈在山頂、中半山和西半山 這批豪宅市值高達1.5億 和母親還有兩個姐姐 用長命契的形式共同擁有 所以這批豪宅業權 將會自動轉給母親和兩名姐姐 當中最貴重的 就是山頂八家道41號 柏家別墅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在2007年 用3000萬買入 目前市值已經達到6000萬 關於李文那一方面 我一直都避開他事業的事 沒有說 今天就應該會補充下去 因為在這方面 其實也有另外的人情世故 一些分析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所以 接下來 第一集 應該都是繼續說李文 不過 現在不說那麼多 去看看其他的新聞 因為昨天香港也發生了很多大件事 不過是新聞沒有那麼多報道出來的意思 昨天尖沙咀又打劫又搶東西 尖沙咀摩地道22至28號的中福商業大廈地下 一間標行 在昨天下午2點半遇到劫案 遭到持刀和徐仔的刷人 搶走了8隻 價值380萬的名標 據了解 警方最初追緝4名分別是 落手、看水和駕車的刷檔 但是經過深入調查後 懷疑事前已經有一名中國籍男子 假扮顧客進入標行 打頭陣開門 被南亞同黨入內搶掠 由尖望重案組正在追緝5名疑犯歸案 消息指 一名身穿深色上衣的中國籍男子 假扮顧客 獨自進入案發的標行 未及當他打開店門令時 隨即有3個南亞裔男子手持鐵錘和長刀闖入 他們用本地話 要脅店員打開陳列的手錘桂門 不然就會傷害到其他人 但是職員時已經嚇到魂飛拍散 未有遵從刷人的指示 刷人自己用鐵錘和長刀打破玻璃 拿走了8隻努力士 一隻八達菲麗 愛比錶 其中最貴的一隻是愛比錶 價值135萬 刷人得手後 登上事先安排由南亞人同黨所駕駛的 銀灰色本田私家車逃離現場 私家車其後在紅磡的紅麗道和紅樂道交界被尋獲 但是刷人已經逃去無蹤 根據網上流傳的閉路電視片段可以見到 事發的時候有一個穿著白色水蝦 正在趕著電話的男子就報入店內 刷人 隨後就尾除而知 這個首先打頭陣幫人開門的男子 之後就不是跟他們上同一輛車 私私然就離開錶行 想不到還有這些事情 警方就要加把勁去捉人 這些我相信 捉著捉著捉著 不過都是那句時間問題 下一則新聞 幾天前國安署拉了四名前香港眾志骨幹成員 他們搞什麼咪咪平台 據了解 在昨天的時候再拘捕多一個人 消息就說 被捕的人士就是前香港眾志常委朱茵豪 為什麼這個人會隔多一天才被拘捕呢? 原來是因為他在機場準備坐飛機去台灣的時候被捕 這個人的身份證已經通報了海關 應該不是海關入境才對 如果這個人一出境馬上通知我們 我們就會過來去抓人 可能這個人還沒離開的時候 就是被警方在暗地裡找 這些人就該死了 這個人很年輕的 24歲而已 已經乘搭飛機打算去台灣走路 你走得多久? 你24歲走你真的打算走到60多歲嗎? 警方就說行動仍然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而且警方也說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 就會去針對黃店、遠對抗野圈子 例如牽涉到籌錢、收資金等等 這些就要小心一點 下一則新聞 包置金侄女 涉嫌在凌晨時分 將飛融鎖在家門外面 再將內衣、複手機等等的物品 丟到街上 還要將一個 家裡大約15斤重的花瓶 丟到街上 押毀了一輛私家車 侄女否認刑事毀壞、盜竊等三項罪名受審 案件在昨天在區域法院裁決 被裁定刑事毀壞私家車聚成 剩下的兩項罪不成立 被告求情說 她不幸與法官包子金叔叔同姓 令事件受到媒體關注 又說被捕後曾經還押在小南 希望能罰款了事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去到721判刑 等待去索取被告的背景、心理和精神科的報告 期間被告是需要還押的 即是說 這個人就算是新嬌肉桂也好 他最少都要被人還押14天 才知道究竟自己刑事毀壞要不要錯 其實這個人本身都背著很多寶 希望可以看到這些事發幾如無物 還有他當年一巴一巴掌地掌握警察 雖然一單就說還一單 但如果是私底下混合來說 當然希望可以接受法律制裁 下一單新聞 港島石澳發生了交通意外 在昨天晚上11點20分左右 據報一架電單車駛到石澳到一個彎位 跟一架私家車相撞 電單車司機躲地重傷 救護人員接報到場發現他昏迷不醒 立即施救和送到他去東區醫院 據了解 傷者經過救護員搶救後 去到醫院時已經恢復了知覺 下一單新聞 兩名分別是13和15歲少年 懷疑在西貢露營期間失蹤 警方派員去搜救 其中13歲少年的母親 亦都在昨天早上在Facebook發貼文找兒子 形容兒子和同學和學校進入西貢露營 期間迷路失蹤 呼籲行山人士可以留意兒子的蹤影 總之就是說 警方已經找了一天 還未找到人 所以有點嚴峻 希望可以幫忙 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可以去報警 即是聯絡警方 因為你13歲15歲的話 其實治理能力都不一定有 因人而異 所以其實這樣不見了全天 還要警方已經找了一天都找不到 其實也有點嚴重 下一單新聞 內地和香港今年2月恢復通關 適逢暑假 有不少家長為子女去辦理回鄉證 準備不上 但是網上的預約長期爆滿 近日位於上環入境辦事處外 有不少家長在清晨4點已經露宿天橋 希望成功拿到職日籌 好 有提早2個小時排隊的女士 因為未能夠拿到職日籌 所以情急之下 打算去找排隊黨不果 又致電雙屬人士查詢 有人報稱五個水去留籌 唉 其實這些家長 我就覺得好無遠見 如果你說 哎呀 因為我快要暑假了 要回到內地 你現在才去拿回鄉證 即是你正常有腦的 提早1年就已經去續期 你怎會搞到又咪又磨 即是好像我這樣 我將回鄉證 我2025年才到期 你猜我會不會2025年才去拿 我2024年就去拿 不過現在2023年不拿 是因為周圍都爆滿 等過多1-2年之後 清掉一條人籠 我才慢慢探取回鄉證 即是我覺得 有時候做家長這些 你不能怪小朋友 小朋友對回鄉證都沒有概念 但就做人做事 有時間 所有事就不要擺路這麼問 你這樣做 其實都是玩殘自己 對不對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哇 運輸署上個月26日起 聯同公共交通的刑辦商 就著違規使用2元乘車優惠 一年兩個月的三人小隊全香港打擊行動 這個行動進行了一個多星期 終於找到有一個人就是違規使用個案 已經轉交給警方 等待進一步的調查 其實都是這樣 你這麼高調地去說 每個人有看新聞的人 又或者不看新聞 用開2元乘車優惠 即是濫用那些 互相都會通知 這期風頭火勢 不要用啊 好像那些人偷渡 或者拿著貨物周圍 什麼人蛇啊 諸如此類 那些 其實如果你知道 近來警方在哪一個海灘 檢查得密 那你就不用那個海灘 對吧 所以有時候 這麼高調去說 這件事 其實個人來說 就不建議 而且我也想知道 究竟是 什麼人是違規使用2元乘車優惠 究竟是說 十多歲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的工作的人 還是說 55歲還未去到60歲 臨近60歲的人 希望有多些資料 可以讓我參考一下 好了 下一單新聞 廣華醫院表示 一名有長期病患的35歲男病人 在昨天早上6時20分 由救護車送到廣華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病人大約在7時50分自行離開 醫護人員和保安員嘗試阻止離開 但未能成功 遠方已經報警求助 6時20分進入急症室 接著7時50分便可以離開 很明顯是說 病情應該是嚴重的 所以 為何他離開才會有人阻止 否則你普通走進急症室拿醜 等8個小時 等夠4個小時走 沒有人會理你 有人會理他 即是表示這個人的病況都應該是嚴重的 至於為何自行離開 是否離開去上班 這件事不得而知 下一則新聞 關於借錢不還的張秀賢 又有新事 其中他一名中學同學 早前入稟小額前債審財處 向張秀賢追討1萬元 案件在昨天在小額前審裁处處理 張秀賢亦缺席聆訊 裁判官直接判了他的中學同學勝訴 這個同學在廣外向記者透露 和張秀賢認識了10年 去年他以大便出血的原因向他借錢 但他也有還錢 但只還了一萬元 他對於這件事感到很不爽 所以決定入品教訓他 最後裁判官就說 張秀賢需要支付50元的縱費 亦需要還多一萬元 究竟這個人還在香港還是一個問題 這個人這樣不斷借錢 應該都借到肚子滿腸肥 你說他拿著兩千萬元在手 其實我都不覺得出奇 下一則新聞 原定會在今年年底推出的垃圾徵費計劃 懷疑是因為垃圾袋的再照標問題呢? 據了解 需要去到拖延去到明年4月才實施 總之就麻煩了 這些其實我是希望 你垃圾徵費越早推行越好 因為我真的想看看政府會搞成怎樣 因為很老實說 我覺得垃圾徵費這件事 我私底下跟朋友說 一定會令到香港變臭港 所以就看看政府會怎樣解決 因為我在兩年前拍了一段影片 那段影片很少人看 好像只有300觀看數 即是300view 我自己是已經看到 這件事落實之後 對於香港是一定會有一個災難性的陣痛期 到其時 當然你說要多給30多元一個月的垃圾 我沒有所謂的 有份工手法的 還有30多元 努力拍多一段影片應該會有的 對我就沒問題 但我相信香港會有特別多的基層人士 會覺得你給我一些膠袋 我還要給錢和你買膠袋 不要了 我的垃圾自己丟去後巷算了 有人撿一撿 沒有人撿就丟在這裏 到其時 無論那些什麼 司長、局長 又說到處巡街 清垃圾也好 恐怕就是會去 變相為了一班 不願意付錢 去垃圾徵費的人 去叫他們幫忙撿首尾 幫他們撿首尾 相信到其時 政府可能會再進一步 收起一條街的垃圾桶 但那些人應該不理 應該都是垃圾 全部丟在街上 現在的時間延至 去到下年4月的話 可以看看 究竟政府會想著 因為畢竟你還有多4個月時間 認真去思考一下 垃圾徵費這個問題 究竟怎樣去 例如說 是不是安裝閉路電視 誰一濫用 立即派警察去捉他 怎樣 因為這個 我自己遇上的狀況 是極度極度極度之恐怖的 好了 這單新聞 下年再跟大家看 現在就下一單新聞 公共圖書館近年 屢次將一些 牽涉到敏感政治題材的書籍 審查或下架 康民署在昨天宣布推出 收集圖書館的管藏意見 讓市民更容易向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藏書提出意見 你會否發現有哪本書是敏感暴力 如果有的話 你就去告訴我們 我們就會去審視這本書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會將這本書落架 即是提供多一個渠道 給市民反映關於藏書的意見 不需要每次說 經常都要通知傳媒才做事 多了一條直接的渠道 令到圖書館那邊 都不需要每次見報每次都要做回應 都是一個好事 下一則新聞 廉署在昨天公布 在前天 落案起訴一個紮鐵工程分判商 一名前工頭 他涉嫌在三個月內 向一名工人收取2萬元的賄款 協助對方繼續受僱於這個分判商 被告已經獲准廉署批准保釋 將會在今天在粉嶺裁判法院進行答辯 下一則新聞 那個自稱鬼王的溝女課程 最後被人裁定了 誤導營銷罪成 被判16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但是裁判官未有班下賠償令 但是可以跟事主說 你自己可以另外做文事索償 總之 我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不可以順便判別人去遮罰款呢? 因為你無故叫人去文事索償的話 別人又要額外 可能拿多3-4萬元出來請律師請人 去幫忙入稟 其實這些是免失事的嘛 而且鬼王就很囂張 因為只是被人罰做義工160小時 又不用坐牢的話 他仍然可以繼續 開課程教人追求女兒 還可以說 因為我的課程堅了 所以我不用坐牢 已經經過法庭認證 然後繼續用這些 厚顏無恥的藉口 接著去吸引人 就是說 你無法追求女兒 跟我學追求女兒 老實說 如果我這些單身人士要學追求女兒 我跟Sentino學PUA 比跟你鬼王學PUA 而且這個鬼王跟猴子 以前有很多偶斷絲連的關係 不過他們的影片是剷走了 但是互聯網有記憶 我也有記憶 所以一看就知道這個鬼王 都不是什麼正經人 都是那些偏王 不知道會不會又是支持手足 原來教你的方法是怎樣吃天使 亂七八糟 下一則新聞 跑馬地馬場 在昨天發生導馬意外 事發是晚上第3場第5班1200米的賽事 由42歲澳洲籍騎司 報民騎擦1號馬匹 大家開心 在最後300米直路時 連人帶馬墮地翻滾 報民仍然清醒 即是說騎士是可以自行暫立的 萬一馬一跌斷腳的話 那就可以直接 撞掉了 因為馬的話 跌斷腳是很難治的 而且基本上是治不回來的 可能是說你要多用馬的 新價的10倍價錢 才可以撞掉這隻馬 所以但凡那些馬通常跌一跌 跌一跌的話 直接就拔掉了 即是就算你說 其實他還可以長命8歲也好 但不好意思 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作為一隻賽馬的最重要功用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警方表示 於是壽茂平警區的警員 在昨天下午5點 在黃大仙 打擊了非法讓物的行動 在翠鳳街一個單位出面 發現到一名男子 形跡可疑 於是就上前去搜查 其後再查他的單位 找到合共115萬的藥 根據初步了解 這個27歲的男子就被人拘捕了 黃大仙27歲男子 不關我事啊 各位我還坐在這裡 還有玩玩而已 這個男子姓周的 我姓梁的 下一則新聞 警方指 東九龍的交通警 在今天凌晨零時 在區內進行打擊停牌期間的駕駛行動 去截查可疑的車輛 警員在牛頭角度近著福濤街 以及太子道近著景泰街 分別截查了兩架 形跡可疑的私家車 經過初步調查後 一個20歲姓珍的男司機 和一個29歲姓黃的男司機 涉嫌在停牌期間駕駛 另外經過進一步調查 警員都發現 你這架私家車好像非法改裝 所以相關車輛 已經扣留在九龍灣的車輛檢查中心 好了 下一則新聞 警方昨天在下午5時 在大角咀 繼續進行打擊藥物行動 突擊搜查了大角咀 福利街8號港灣豪庭的一個單位 倒破了一個製造工場 找到市值300萬的貨 最後一個22歲姓鄭的本地男子 已經被人拘捕了 警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好了 下一則新聞 柴灣有人危坐在行人天橋 在今天凌晨3時 有途人發現一名年約50歲的女子 跨越了柴灣道338號 柴灣街市對開的行人天橋南江 坐在南江邊的位置擔心對方會有危險 於是就報警求助 消防員就在柴灣道往小西灣方向的行車路上 張開氣扇 隨後就將它扶到安全的位置 由救護車送軟 好了 下一則新聞 銅鑼灣發生了導樓意外 在昨天凌晨2時 說錯了今天凌晨2時才對 一名男子就被發現 跌落在禮頓道1834號 西雲大廈單位的露台位置 最後頭髮爆乾 送軟接受治療 警方就在場調查 據了解 事主就住在上址的一個劏房單位 事發的時候就在10樓乘梁 但不小心就跌落到8樓一個單位的露台 驚動了其他住戶 就通知保安報警 及時獲救 還有這個男子 71歲 71歲 你這樣 由10樓跌落到8樓 雖然兩層樓 但是 有時候你不要說兩層樓 你70歲 就這樣的人站在地下 都可能就是 很直接的 會令到原本的壽命 縮短到只有5年左右 所以這件事跌一跌都很嚴重 下一則新聞 黃大仙警區特別職務隊的警員 聯同看文和文化事務處人員 在昨天下午3時半 在慈雲山村一個遊樂場 展開了打擊非法街頭賭博的行動 合共拘捕了十三男一女 年齡不得了 五十七歲至一百零一歲 其實一百零一歲的人都很厲害 你想想 一百零一歲 你不用住老人卷 你還可以有心情在慈雲山街頭賭博 即是說 你還可以有能力自行出街 還有 看得明白場面是甚麼 懂得去買的 這個一百零一歲的人 如果 你好來好去照顧他的話 隨時成為香港最長壽的人都不頂 說回這宗新聞 最後就被人捕捕了 警員在行動當中 檢獲了四副呸牌 和少量現金 我相信 拘捕這一101歲的人事 就是 Magian 1997 相对来说是小罪,但是1801岁的人真的要好好地呵护着他 下一单新闻 牛池湾的封城街63号的晓辉花园在昨天 在下午1点的时候,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 怀疑她一岁的儿子就因为照顾问题 37岁的女外容用手去打小朋友 最后,警方经过调查后,就逮捕了女外容 下一单新闻 警方早前接获报案 称虚拟银行的账户租人入侵借钱 其后将资金转移到其他人的户口 但经过调查后,发现有人拆下捉拆报假案 企图报警后向虚拟银行申请豁免还款 并且藉此转移资金清洗黑钱 警方便工作 拘捕了洗黑钱的集团主佬和骨钢成员 合共6个人 其实他们骗的金额不算太多 说26万左右 活该死,想骗银行钱 傻的你都,活该被抓 好,下一单新闻 长沙环发生了嵩石屎商人案 在昨天下午2点半 在青山道6882号的一栋工商大厦办公室里 据报有一块2尺乘2尺的石屎摩洛 撞穿了假天花之后 击中了一个姓何的28岁男职员 他还投掌 说着爆肝了 幸好清醒 事后由救护车送往明安医院治理 我没有记错 我看到附近的样子 好像是李梓敬的studio附近的位置 因为我好像在两年半之前 未拍片的时候 有机会上过去一次 下一单新闻 在前天下午5点半 一辆蓝色的私家车停泊在大埔的泰亨豪苑和晋亨豪苑之间的露天亭车场 这辆蓝色私家车遭到无人机襲击 51岁姓洪的车主向媒体透露 事发的时候 他人不在车里面 但车无故受损 查回车cam 时 发现有一架航拍机突然之间失控 啪一声 撞向了他的车 其后 那架的无人机 再撞向对面另外一架的银色私家车 接着就跌到地上 洪先生的蓝色私家车 看到一条很清晰的刮痕 还有有部份的位置 就凹了进去 事发一分钟之后 找到一对的父子 怀疑就是这个航拍机的机主 顺着碎片 就在停车场 撿回航拍机 带走部份的碎片 但是就留下了机翼 洪先生就把机翼带走 并且去报警 他就露斥 民航署都没有保障市民的财产 更加就说 今次撞到我的车 如果撞到人的话 肯定会引致伤亡 最后一宗新闻 蓝田的兴田村美田楼地下 一间洗衣店 在昨天下午1点24分 发生火警 消防派出一条喉 和一队烟雾队灭火 迅速将火救息 负责人陈先生就表示 事发时 他就在店铺用干衣机 怀疑干衣机的抽风系统的封口位 就有灰尘去倒积 导致机械过热出火花 还有陈 陈也成为了一个燃料 最后 困着热力 然后陈又可以用来烧 最后就出烟出火 最后那个用户 就自己去用灭火筒 就撲灭火势 并且报警 然后消防就过来救火 幸好火警 没有影响到其他客人的衣物 好了 今天的晨早新闻 就来到这里 今天最少会有一单 的新闻是讲李文 不知道会不会 再有更多新的补充资料 如果有的话 可能都是 两集就是讲李文 因为有时候希望各位观众体谅 因为有时候就是 什么题目热门 我说那个话题的话 相对地来说 我的收入就会有保障 大家看到 井仔尝试去讲 国际时事的时候 我这些观看数是讲的 随时连吃饭的钱都给不起 但是 昨天讲李文新闻的时候 一条就25000人看 一条就15000人看 所以 希望各位观众可以理解我 有时候为什么在审题上面会有一个差异在这里 还有 我始终是一个人工作 我没有水喉的 就不是说我有办法可以整天人帮我做事 因为如果 在将来我整天人帮我做事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 无论娱乐话题也可以讲 国际时事话题也可以讲 就可以满足到所有观众 但是呢 暂时来讲呢 我没有任何人去帮助我 所以我自己呢 做不了那么多事 那所以就 暂时呢 没办法是照顾全部的观众啦 那我率先要照顾的是要照顾了自己的家人先啦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是 唉 算了 负面说话不说那么多啦 好啦 那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啦 那我们稍后再见 好 就这样先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